我国古代皇帝第一妇人 皇后是个相当尊贵的角色 皇后是国母母仪天下 德荣兼备的贤德皇后 往往给皇帝 给后宫给国家带来 正能量 也不是所有皇后都有这个水平 皇后起码要遵守父德 因为皇后是皇宫女人的楷模 皇后也许不受皇帝宠爱 情感被忽视一般皇后的选择 是忍耐 极少有皇后出轨找情人的记录 因为森严的公规 让皇后不可能也没有胆量出轨 我国古代南北朝时期 北齐王朝的胡皇后色胆包天 竟敢在皇帝老宫 眼皮底下和情人同住 同玩同乐她的老宫武成皇帝容 忍吗 按理说这个残暴的皇帝绝不容忍 然而这个被戴绿帽 此的皇帝 默认支持这对半公开情人 匪夷所思的竟然为情敌生 直 武成皇后胡氏生足年不祥 宁夏雇元人其父曾任北魏尚书令 其母是北方著名名盟望族 泛阳卢氏后代 胡氏有高贵的出身优秀的 遗传基因良好的生活环 近父母对女儿的文化教育 也非常到位 十几岁时 胡氏身材高挑 眉清木秀滋容高雅 加之有文化知书达理 他的知名度相当高 北齐天宝年 五百五十年初 长相出众的胡氏 被北齐常广王高占 选为常广王妃 五百五十六年五月五日 胡王妃为高占生下第一个儿子 高 为五百六十一年 北齐第三任皇帝高演驾崩 高占当了北齐第四任皇帝 五成皇帝 胡王妃被册封为皇后 这段阅历展示了胡皇后的生活 顺利优越幸福荣华富 贵 步步高升作为女人 她是时代的佼佼者 然而事情的发展 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结果 就在北齐 皇宫张灯结彩 举行盛大册封皇后盛典时 皇帝高占不见了 名堂上只剩下胡皇后 和宾客高占彻夜未归 北齐王朝五五零到五七七年 存活了二十八年 五成皇帝高占五六一到五六五年 执政四年 历史评价高氏家族 有精神病史 割几个皇帝 共同特点 酗酒纵欲 残暴杀人 找乐短命 这样恶劣的人 当公民都不够格 因为家族传承他们禁 然当皇帝 在册封皇后盛典上 醉醺醺的高占 来到寡皇嫂李祖阿 的朝信公 二话不说 拽着皇嫂上床 李祖阿百般拒绝 姑姑哀求 请皇帝去陪伴皇后 请高占看在亲叔嫂辈分上 不要乱轮胡来拉扯中坛 把醉酒的高占推倒 高占立马火冒森杖大吼 今天你同意则罢 否则我杀你儿子 取消你皇家待遇 李祖阿是高阳皇帝一双腾 身职高家弟兄禽兽性格 反抗毫无作用 从此高占把如花似玉的胡皇后 堪在一边天天泡在皇 扫紧宫里 胡皇后面对老公冲皇嫂 如果是其他皇后 只能选择任 因地位之显赫 必须自立约束 不敢有非分想法 可北齐这位胡皇后天生风流 耐不住寂寞 后宫里处处入入的男人 基本都是太监 和他们打情骂俏 说点谢语不结合 朝廷大臣是不能在后宫女人堆里转悠 胡皇后有办法 他瞄准一位俊男 而且很快得手 胡皇后的情人 何世凯 他是高占皇帝的宠臣和铁哥们 何世凯是胡汉民族后代 父辈经商兼做官 何世凯有条件入国子舰学习 高占当场广王到国子舰 悬浮内参军一眼相中何世凯 作为混血 而何世凯不但是个美男子 还特别会说话 高占不喜欢的话 他一句不说 每当说话 极幽默 还掺杂黄段子 是高占特别喜欢的语言 高占性格残暴 杀人不眨眼 唯独对何世凯一天也离 不开 高占当皇帝后 立马提拔何世凯为 适中 何世凯 年轻俊朗 机灵 善解人 一切多才艺 谈皮疤事 高手 不说 收更是技高一筹 不说 又叫做双路 是古代一种博具 类似飞行旗的游戏 盛行于我国南北朝时段 具体玩法没有流传下来 据分析 这个游戏 有棋盘和棋子 玩着有难度 可是开会完 又是高手胡皇后提出 要和她学习博硕 其目的就是为了 杰处和世凯 高占皇帝同意并指示 胡皇后 一定要认真学和事 开一定要努力脚 白天时间不够 晚上加班教课 既然皇帝有指示 他们是君臣又是铁哥们 和事开拿 能不尽心尽力 每到夜晚高占到皇嫂那过夜 胡皇后的寝宫 只有和事开加班教胡皇后 年轻的胡皇后 便对美男子 哪有心思学博说 这二位如干柴玉烈火 先上床活动吧 胡事开年轻健壮 一表人才 又是少数民族血统 床上功夫 让胡皇后万分满意 这二位同教 同完同上床 快乐滋润赛神仙 但是直里包不住火 和事开把皇帝老婆睡了 这是灭酒族的欺君大罪 残暴的高占态度如何 朝廷一些大臣 多次觐见反应 二位奸情 奇怪的是这位 皇帝没反应 他让胡皇后和事 开表眼薄朔 他喝着酒 欣赏看到他俩人 肌肤相亲的样子 高占笑得很开心 自己的老婆和大臣 如此亲密 高占不动怒 感觉良好 还为何事开升职 皇门侍郎 升官了出入皇宫 更方便他随时随地 和胡皇后上床 这对前人 办公开大行云语会文 人人皆知 影响极为恶劣 胡皇后行人 和事开知死 568年 32岁的高占病 是 16岁的高卉 独立执政胡皇后 升为胡太后 高占死前 曾经委托他 辅佐儿子高卉 把老婆胡皇后 也委托他 照顾和事开 成为托顾 大臣又是胡太后 情感托管人 这二位的恋情 由半公 开到全公开 和事开直接住到 胡太后进宫 双息双妻 再过夫妻 赵君王高瑞等四位大臣 实在看不下去 反复弹劾和事开 要求皇帝处死 或外放淫邪恶人 高卉昏溃朝政的是 他仰仗和事开 高卉也不敢得罪胡太后 他装聋作哑 不理睬 为平息大臣们的愤怒 胡太后设宴 款待高瑞等四位大臣 请求他们看在 古儿寡母面子上 少管闲适高瑞等四名 大臣坚决不答应 几分中把官帽摔在地上 让胡太后高卉好丢脸 面对群臣的激愤 昏溃的高尾做了两件事 一位和事开升职 中书令二暗杀了 朝廷重臣高瑞 其他三位大臣便值外访 和事开更牛了 在朝堂权势滔天不可一世 高占尸骨未寒 胡太后和事开二人如夫妻 他们的放肆激怒了 胡太后二儿子 十四岁的狼牙王高 这是个正直 有主见有实力的少年 他和手下四名谋士 周密谋划 在一天早朝后 假传皇帝口语 请和事开到御史台义 是 和事开到达后 立马被高掩就地正法 胡太后秦人之死 引起的惨案 《北齐书 胡太后传》 记载了这段历史 胡皇后 以超级淫乱纵欲 青史刘艳明 史书评价北齐 皇朝 南秦女寿经典 五城皇帝高占强暴皇嫂 皇后胡氏和秦人上床 两代皇帝 明知道胡皇后出轨 默认还给秦嫡生殖和事开 作为胡皇后秦人 把皇帝老婆睡了 北齐乱象 直接破坏了国家设计安宁 胡皇后的纵欲邪恶 导致高占皇帝更黄饮 后逐高尾更残暴昏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位皇后一位母亲 从灵魂道行为 散发的都是负能量 和邪恶 这个国家很快走向灭亡 评价胡皇后的出轨 因为高占霸占皇嫂 把年轻的胡皇后 塞在一边 皇宫寂寞情感空虚 在老宫支持下出轨 当情人被杀 由此引起的宫廷血 十几条人命因她的出轨而牺牲 作为当事人 应痛心自 则收敛 然而这个女人 立马又和大小和尚们 混上了又何地方 三位郡王混上了 由此可见 胡皇后并非需要情人情感 她需要男人 需要性伙伴 需要上床 纵欲 如果从道德层面分析 可以认为属于温饱寺盈欲 胡皇后高贵的 出身尊贵的皇后地位 为啥风流放荡到 如此疯狂地博 从现代精神医学层 面分析 本人认为 她是生理出了毛病 基因突变和尔蒙过剩 性欲极为亢奋 时刻想着上床 不可自扣 从胡皇后沦落为妓女 感觉很快乐 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此胡皇后 也是一位性变态悲哀女人 古往今来 女人地位有高低 无论富有或清贫 做到身心健康 身体健康 清清爽爽地经营自己 事业生活情感 是女人最舒心 最幸福的人生 参考书籍 北七书 胡太后列传 感谢您收看 鸽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 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